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沒錯,又是我Patrick 其實我們每一個星期日的視頻說明會完結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個短短的經銷商培訓 所以今天可能在營光幕面前的朋友 有一些已經是我們的伙伴 或者可能有一些是新朋友 第一次你們參與我們的視頻說明會 可能你還未參與 可能接下來的經銷商培訓 可能對大家也會有少少啟發 有少少幫助 因為今天最重要我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在我們人生的定位 在這個平台其實很重要 我們的定位就是看 到底今天我們來哲思環球 我們想得到的到底是要什麼 自然你的方法你才會做得對 你才會做得 我想不要說對與錯 這個世界其實我經常都說沒有對與錯 只是有什麼可以做了一件事 而達成到我們想要的最終的結果 所以剛才如果大家有了解 大概是45分鐘我們的視頻會議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第一個部分 我們在講解產品 沒錯 在哲思環球 我們的產品是幫助了無數的人 讓他們有健康的身體 可以有個青春的容貌 但是有這個朋友就是 可能他純粹來到哲思 我是一個容家 可以嗎?絕對可以的 想拿回自己的健康 想令自己回復青春 或者保持著自己的青春 這個絕對沒錯 所以為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反而是 我覺得要問一問自己 今天我加入哲思的時候 我到底為什麼呢? 當我選擇過加盟的套裝的時候 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加入哲思 令到我們的初衷 很多人會說 好像其實最早期 我們系統的創辦人Kim 我有幸在三年多前 經過我的介紹人 我就有機會認識了Kim 我介紹人 因為當時我是一個 很不聽話的小朋友 他就拉了我去 就見Kim 當時Kim跟我說夢想 我跟大家說 當時我的夢想是一片空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剛才聽到那個intro 其實我自己是過去 很大的錢 但是我得不到人生想要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來到哲思環球的時候 我是跌了到谷底的 所以當時我想 夢想 我已經不敢再想了 我還有什麼 就是我還有什麼夢想呢? 我是不敢去想 不敢去夢 我不需要再過大富大貴的生活 我覺得 我很恐懼 我怕又再次跌下來 所以當時 其實Kim 他就跟我說 我夢想是什麼 我只是寫了銀碼出來 我只是說一個月 到底我在賺多少錢 這個完全是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錢是不會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一定是錢背後的東西 到最終我發現 其實Patrick我最想的是什麼? 其實我最想和我小朋友 多點的時間 去陪我小朋友玩 多點時間和他們去旅行 因為過去 其實我結婚十一年 我也在節思之前 我沒有和我兩個小朋友和我太太 坐飛機出國去旅行 散心去玩 到什麼月都沒有去過 所以我知道 我真正想要的不是錢 但是我知道 當我的財富回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享受這方面的生活 所以當時 當我很清晰的時候 我就決定了 我知道要怎麼做 我要得到的不只是財富 而且我要得到幾大筆的財富 才會享受到接下來的生活 因為我回來的財富 其實最重要是要有時間去享受 所以當時我就決定了 我就跟進系統的方法 所以回應今天想和大家講的主題 就是第一 要清晰自己 到底是要什麼 你的節思環球 到底第一類 我是成為用家 我純粹是用公司的產品 還是我只是想賺少少的錢 好像我們其中有一位 紅寶石的總裁 很有趣 當時我問他 為什麼你加盟節思 他說沒有 我只是想賺幾千元給女兒補習 什麼? 賺幾千元給女兒補習 OK 我說很快就能達成你的心願 他開始的時候 就是用去賺幾千元的方法 去經營節思 當然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就是得出來這個結果 可以啊 賺到幾千元的學費 但當慢慢在平台 在我們系統上看通了的時候 就不一樣 他就全力 借力在這個系統上 就上了我們的紅寶石的總裁 所以清晰自己的方位 如果你說想 我只是想賺少錢而已 那OK 一切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為什麼? 好像跟做傳統生意一樣 是一模一樣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去摸索去做自己傳統的生意 可以慢慢摸出了條路出來 但在今天我們節思環球這個平台 和USGS的系統 我們營運了已經是六年多的時間 在過去無數的驗證已經出來了 已經有很多人 是借助了系統成功的方法去做的了 所以就是第三類的人 今天如果你說我在節思環球 我是要賺大錢的 我是要享受到自己有時間 去享受自己的財富的 那怎樣呢? 不要去打個人的能力 一定是做什麼呢? 跟進我們系統的方法去做 所以在系統的方法 比如剛才大家上過我們Zoom的視頻說明會 你會見到比較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需要很專業 去懂得分析 知道節思的背景在前期 我要知道市場的計劃是怎樣 沒有 我們絕對不需要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已經有很有經驗的人 會去和大家分享 而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做前面的部分 就是我怎樣去邀約我朋友 我怎樣去準備好一份 我自己邀約的名單 這些地方就是需要學習 另外就是怎樣去做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因為除了Zoom的視頻之外 可能在其他大家身處的國家 我們有公司 我們都會舉辦一些OPP 線下的OPP 或者一些私人的面談 我們叫做PBR 所以在這些地方 我們有一些東西 我們需要去學習 比如剛才我說的邀約 ABC發生 怎樣準備我們的名單 所有這些前期的東西 我們學習 第一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大家只是剛剛加盟 甚至還未加盟的話 你可以上去Youtube 去搜尋 去找 我們叫做USGS Official Channel 你搜尋這個 你就會發現有些播放清單 很清晰讓大家看到 原來我第一步來到的時候 我要怎樣做 第二步我要做什麼動作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都是從心去出發 今天我們不是做USGS 有很多人會誤解 就是我未做過銷售 我未買過東西 但今天我們做折司 行不行 朋友 我想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不是用銷售的角度 去經營折司 我們都是用一個 分享的經濟 完全是對著自己的心 將我們內心的東西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知道 為什麼 因為 我相信很多朋友 今天都想生活更加 有些是想改善 有些是想翻轉自己的人生 有些是想更加提升自己的生活素質 不單是財富 可能在朋友圈的方面 可能是他自己的生活圈子 所以 在提升各方面 這些 提升這幾方面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個平台裡面 絕對可以獲得到 所以剛才我所說 在我們YouTube的視頻 大家可以去搜尋 逐步去看 但是如果你說 我已經看過了 更加實戰的是什麼 因為現在網上的視頻 我們已經是非常全面 而我們也有些系統的課程 去給大家 例如我們在很多個國家 我們現在有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其實我已經上過二十幾次了 其實艾莫老師會啟發到我們 很多思維上的東西 因為一切 我們的說話行動 我們的想法 源於哪裡 一切源於都是這裡 所以我們先要有一個 搞好一個正確的觀念 艾莫老師他就把我過去二十年 我認為對的東西 是他透過課程裡面的活動 去告訴我 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是否需要改變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非常大的受益者 而我下面一班的拍檔 亦都是很大的受益者 為什麼 因為真的被艾莫老師的課程 當初是彭學的 令到我自己醒醒 原來我過去為什麼這樣上上下下 高高低低 一切的答案我在裡面 終於找到了 所以當我們經歷完艾莫老師的課程 在第二步我們要做的就是 去參與我們其他系統的活動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創業生典範 我們有英文我們有中文的 中文我們剛剛完成了第二屆的創業生典範 如果在營光幕面前的朋友 大家有去的話 都會看到的震合 在這次我聽到很多的拍檔 他說由不懂哲思盆生意 開始明白哲思盆生意怎麼做 由他不知道UHGS的系統 可能他純粹以為就是一個Zoom 一個網上的視頻 很簡單的東西 原來他說有一些東西 真真正正出席完這一屆的創業生典範 才能明白到系統對它的重要性 所以在下一屆的創業生典範 我們是暫定的 系統的創業生典範 去跟一群Double Diamonds開會 其實暫定我們會在明年的一月份 我們中文的第三屆創業生典範 就會在香港我們會去舉行 但是一個不好的消息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的門券已經搶到超過一萬張了 所以盡快去找回你們的朋友 如何可以出席我們創業的新典範 因為當你出席這兩天活動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如何才能活出 現在真真正正的我們叫做一個新的典範 如何跳脫了過去舊有的模式 包括我們打工的行業 包括我們過去傳統的生意 包括我們自己的思維 另外我們也會有公司的活動 在哲司大學 哲司大學公司也會邀請到很多很多的嘉賓 老闆、科研的團隊 從美國親自過來 我們其實每三個月就會有一次 另外也會邀請到電子商務的專家 去跟我們分析到底 我們今天的哲司環球 是否抓對整個行業的趨勢 而難得的就是會邀請到很多很多的鑽石總裁 去分享他們一些成功的歷程 一些心路的歷程 這些分享對大家也是十分之重要 所以這一系列其實是我們在系統裏面 一個成長的過程 我經常都說成長比業績更加重要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不是純粹說 我們要去做Sales 我們去拿業績回來 只要其實有個人的成長 我可以告訴大家 業績其實是一定回來的 因為過去我自己的團隊 在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我看到最重要的 業績回來 都是因為當中有很多的小領導人 他們在我們的系統的活動裏面 有所成長 所以 竟然在節思環球今天這盤生意 傳統的生意 我們需要可能去投放一些資金 我們去賣廣告 去做宣傳 去吸引更加多外來的客人 去回來 可能我賣電視廣告 報紙、雜誌、電台 要扔錢出去賣廣告 傳統的生意 但是今天在節思環球 我們完全不需要賣任何的廣告 我們賣的廣告是什麼 就是要心靈在這裏的成長 當我們認知了 什麼叫做重心去出發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感染到我們身邊的朋友 感染到我們的團隊 這一個就是最有力的廣告 令到你的朋友 令到大家 我們大家一起的朋友 會跟著我們的方向 大家一起在這個事業的跑道上打拼 所以在節思環球這邊 我們需要用錢去做廣告 不需要 但是我們需要投放我們的 我們需要投資 在這裏 投資在這裏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我們系統的過程 所以我回顧今天我所說的 就是大家說賺少錢 還是賺大錢 我相信在完光幕面前的朋友 今天星期日 到大家安坐加裝 沒有出街 繼續在這裏 沿途 沿途 再上這個培訓 我相信大家 都是希望在生活上面 在大家的生命上面 其實是有所提升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想 我要賺大錢的 我今天就教 去分享 不要講教 我和大家去分享 去賺大錢的過程 其實是有一條方法 如何去做呢 人生 很多時候是 我們要感悟出來 昨天是我們香港 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昨天是我們香港的 一個擴充營業 香港的辦公室 我們租多半層 就是一個大型擴充的儀式 但是很遺憾 我出席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在生命中 他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要去支持他們 因為我看到我兩個小朋友 在過去一直在非常安逸的環境上成長 其實他們沒有怎樣捱苦 而在這次暑假 亦都跟他們去了兩次的旅行 最後我太太和我都決定了 將他們放進一個小兵的軍營裏 去做五天的特訓 在這個軍營上面 一切都是由他們自己承擔 所有的洗衣 吃飯、接床 所有他們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因為他們很安逸 他們家裡有姐姐 有工人姐姐 照顧他們的一切 在這五天的時間 我最早的時候 我太太和我說 我都決定我不去了 她說畢業點禮星期六 我說公司有個很重要的活動 我不出席了 我不去了 你過去接他們 但是為什麼我會改變了初衷呢 就是他們進去第一天的時候 在學校 收到老師打來的電話 我聽到他們兩個發聲 他們哭得很慘 我兩個兒子說 很慘爸爸 很掛念你 很掛念你 很掛念你家 我要立刻走 我要立刻回來 他說很辛苦 沒有內褲穿 洗澡 沒有選擇 我聽到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我是需要去支持他們的 所以我決定了昨天 我入了阿廳他們的畢業來 去接他們 在這個過程上 短短短天的時間 我看到 到底成長是多重要 有很多幕 我看到我兩個兒子 經歷了五天的時間 真正的改變 他們改變了什麼 他們的書包很重 一走的時候 我用父母的慣性 做什麼呢 就是我跟他說 要不要爸爸幫你拿書包 我大兒子竟然說不用 他是揹著兩個背包 他說不用 我看到這方面 我兒子成長了 所以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成長很重要 並不是我今天給他任何物質上的東西 當我兒子有這方面的成長的話 如果他保持著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這一關 就是他最難過的一關 但是 為人父母的話 其實會心痛嗎 絕對會心痛 我告訴大家 當我收到第一通的電話的時候 我恨不得馬上 乘船 乘船 馬上進去這個荒島 我想接他們出來 那時候已經是九點多了 但我決定了我沒有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人生是必須要經歷這些階段 他們現在不經歷 他們遲早都要經歷 所以其實 回顧在UXGS我們這個平台 是讓創辦人 其實他教導我們 也不是怎樣去做一個有錢的人 他是教導我們怎樣去做一個更加有用的人 讓我們去成長 讓我們今天在這個平台上面 慢慢的雕剪 慢慢的磨練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成為了Diamond 背後最重要的意義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在這個平台上面 無論大家想得到任何的東西 在JCD平台 在UXGS平台 都可以得到的 而最重要 你要拿對一個正確的方法 所以剛才我說 到底這個方法 到底這個方法是甚麼呢 如果大家告訴我 我今天不是要賺小錢的 我是要賺大錢的 我是要將這個財富有背後的意義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要出席所有任何我們的活動 沒有任何的藉口 沒有任何的原因 為甚麼 因為你知道 今天JCD平台 是實現大家夢想的一個平台 你知道過去已經有這麼多人 可以實現到 而且大家都是來自各行各業 不同的階層 並不是特殊技能 三個頭 六隻手臂 不 我們大家今天只是一個普通人 我們就是跟進系統的方法去做 所以 我在其中一個鑽石的總裁Lisa 有一次我吃宵夜和她聊天 有一句說話令我非常非常深刻 她說甚麼呢 她說現在 其實所有在系統裏面的夥伴 其實都是要自救 做甚麼 就是在系統的活動裏 去等待自己改變的一天 就是要等這一刻的改變 好像我兩個兒子入了軍營 入了五天 就是這五天的磨練為了甚麼呢 為了她回答出來的時候 她所經歷到的改變 她們現在懂得自己洗衣服 自己煮飯 我小兒子是八歲而已 自己折皮 所有東西她們懂得 全部都是自己來 而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她沒有了一個依賴的心態 五天給了她們很大的成長 而在JANESS UHGS這個平台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上 我們是不斷賺取我們的收入 所以並不是一個訓練 UHGS並不是一個訓練 其實真真正正是一個人生 是我們一個 一個Live的新典法 所以我非常喜歡 Kim她用了創業新典法 形容我們UHGS的一家人 是甚麼 是一個UHGS的新典法 是完全挑剔了出來的 所以並不是一個訓練 剛才我講 是甚麼呢 其實是走進我們一個人生的過程 但是在這個過程上 一直有很多的前輩 有很多的導師 這些導師就是分別 可能是系統的領袖 是大家的總裁 大家跟進系統的領袖 不斷帶著大家去走 但是在走進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財富也是不斷地來的 所以當每一次系統的活動 參與完的時候 可能你都會有這個速動 有這個感動 嘩!好!好!好! 你有一個紅心壯志做甚麼呢 馬上今天就去邀請你們的朋友 加盟哲司 因為每個人加盟哲司 都會有一個我們叫做推廣的獎金 剛才第一部份你有看的時候 你會知道的了 譬如說我們香港的市場 舉個例子 香港市場 一個一年份的套裝 是會回來有500元美金的獎金 其實我當時一直會選擇怎樣做呢 我就是推薦了一個朋友 我得到這個鼓勵 小小的鼓勵這個獎金 我拿去報下一次大型的活動 縱使這個活動未公開報名的時候 馬上就跟我的領導報名 你明白 因為當我如果賺取這500元美金 我帶了下去的時候 沒錯 可能我去吃餐好的 明白嗎 可能我去買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不 我們要賺不是這個 如果大家真的要賺大錢的話 就怎樣 累積著你的經驗 在系統的活動裏面 等待自己的改變 所以就會接著去怎樣 一次一次一次的活動 為何我在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Patrick不是上了一次 Patrick上了二十多次 來香港 有一屆在九月中的這一屆 我也會再次去參與 所以我建議 今天在螢光幕面前 有很多朋友 在參與我們的視頻說明會 我不知道大家來自哪個國家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個國家 無論你們在哪個國家 你們都要找最近大家的 最近你們的國家 到底哪裡有艾莫老師的總裁班 去進行的話 馬上報名 因為門票每次都是用搶的形式 門票每次都是要搶的 才可以搶到回來的 所以參與系統的活動 每一次系統的活動 完了有所速度去介紹朋友 介紹完朋友 然後賺取了那個推廣收入 然後拿來報下一次的活動 下一次的活動 有所速度介紹朋友 賺了那個推廣收入 再報下一次的活動 連續這樣去報 這就是Kim所跟我們教導我們的東西 More meeting means more money 這個5M的原則 我永遠都會記得 而當我們借助系統的活動 有什麼好處呢 這就是我們以身作則 當我們如果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的團隊 一後你的朋友 就會跟著你的步伐去做 人其實不會聽你說什麼 人會看著你到底做什麼 在這次的軍營裏面 昨天我接了兩個小朋友 我也是 我很生力其境 我完全感受到他們的五天有多辛苦 而且香港下 在早兩天還在打三號風球 他們在荒島裏面 渡過他們的三號風球 這樣渡過 我知道他們是很辛苦 所以當他們接他們放學的時候 其實我又很怕熱 在碼頭一上船 我已經頂不住 有少少暈 然後又熱 整頭大汗 但當我一坐下 準備迎接小朋友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一開始坐 我是全都掉下來的 但是 當我知道他們準備出來的時候 我怎麼做呢 我立刻自己坐直一點 立刻挺空收覆 為什麼 因為我要做一個廣仗給他們看 爸爸其實很支持他們 我這些小小 可能只是一個小時的辛苦 算得上什麼 他們經歷了五天 這就是做領袖的做什麼 以身作則 所以當我見到我大兒子 特別是一出來的時候 我大兒子怎樣 挺起空堂 這樣去坐 非常之神武 我想這些就是 我們要以身作則 做好了 人就會看 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的團隊 就會看著 到底今天來是怎樣做的 所以 當你這樣去出席我們系統的活動 你的團隊跟著來 大家 最後 你就會享受到 真真正正自己的人生 你會發現 經營一段時間 放低了 放緩了 你們的團隊 都會借力在系統裏面 不斷的運作 好像在七月份 我和我家人去了兩次旅行 回來一天 接著就去肯亞 出席公司的慈善之旅 然後回來一天 就去印尼 參與英文第一屆創業生典法 然後整個月 其實我都不在香港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的收入是沒有跌到的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 系統帶回來給我們的價值 前期可能大家未必懂 未必真正明白 但總會有一天 你會明白你們的領導 總會有一天 你會明白 系統裏面的老師 去和你說的一切 你要盡快誤導這件事 唯一的方法就是 參與所有我們系統大型的活動 Patrick 今天用個過來人的身份 去和大家分享 我都是這樣去改變 我相信我可以 大家絕對一樣可以做到的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的培訓都到這裡 希望有所對大家 有所啟發 有所幫助 下一次我們的視頻說明會 或者在我們美國的Orlando 有機會可以再和大家見面 和大家再打個招呼 我們下一次系統的活動 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 謝謝